据新华社报道,中共十九大会议于今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总体报告中当提起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时,他认为大陆将力争在2035年之前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全面现代化,并在本世纪中叶以前让解放军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 大陆官方近年来在军队的制度、设备和人事上大有变革,除了将七大军区改编为五大战区外,也全力扩展研发制造海军航母战舰和空军新一代战机扩大自身国防实力执行明显可见。 继续近平上台后,对解放军的改革和管制越来越严格,从大裁军30万到强化党的领导权力,并将实行多年的七大军区改制为五大战区。 原有的七大军区包含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 经改革后整合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要更有效地运用相关资源。 外国军事专家指出大陆逐渐脱离前苏联模式的指挥系统该采多方整合的联合作战模式。 至于在海军方面,除了以下水的辽宁舰外,仍在加紧赶工的二号航母和多艘护卫舰都显示解放军在扩大实力的野心,更在日前获得首座海上巡防基地。 空军更是不断改良殲-15、殲-20等新一代战机并结合航太科技等设备,让制空权向上延伸至太空,让大陆军方成为各国必须关注的焦点。 忠实电子报。